男人本是军校第一的顶级Alpha 却一招分化成最弱小冬妹 并且还被曝出假少爷的身份 得知情况后的父母对他厌恶至极 竟把男人送进了冷山会会长的车 因此男人也被关在地下折磨了整整十年 就在前几天他刚从牢笼逃出来 他又累又饿地蜷缩在棚屋的角落 此时外面来了一支军队 临时检查 所有幸存者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明 污染爆发前 中州国民的身份证明是以芯片的形式 直接植入体内的 横屋内的幸存者都撸起袖子露出了胳膊 为首的军官始终站的鼻涕 沈南直觉这人将会是最危险的对手 本能的挪动脚步 也就在他刚刚转身的瞬间 对方的视线就射了过来 军官迈开步子指向沈南这边 沈南如临大敌 报告长官 这里检测到一名Omega 横屋的另一侧忽然响起了检测兵的声音 军官停住脚 他似乎犹豫了片刻 终于还是转身往检测兵的方向过去了 迪长官 这个是Omega 迪尔没有看那个瑟瑟发抖的女性Omega 身份信息检测仪迅速递送上来 迪尔扫了一眼屏幕 已婚 回禀长官 女人哆哆嗦嗦道 我前年就已经与人成婚了 是有主的Omega 不能去服务中心 大污染时期前方战线拼杀的Elf 时常会因为精神污染而陷入狂暴状态 非常危险 研究院的专家发现 用Omega去安抚狂暴状态下的Elf 要比研制特质要方便省事的多 世界从此开启了Omega的悲惨命运 中周个基地是还算人道 只受那未婚Omega进入服务中心 国外的许多幸存者基地 只要是Omega全都抓起来 训练有素的士兵来得快 离开得也快 但军官却没有立刻走 他等下属完全离开棚屋后 忽然抬脚镜子走向了沈南 跟我走 沈南把脸埋在壁弯里 瘦灵灵的尖头无力地颤抖着 迪尔眉心微微一蹴 他弯下身用仅有他与沈南二人 能听见的音量轻轻说道 好久不见 念慕学长 沈南疏地抬起头 不可思议地望着 近在咫尺的男人 他努力地将迪尔的脸看了得够 依旧没想起自己 曾经认识过这样一号人物 尤其对方还知道自己的那个身份 那个羞耻的叫沈南 恨不得烧成灰烬的身份 你想怎么样 他的声音很低很冷 迪尔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上手抓住沈南的肩膀 直接将人撑了起来 跟我走 沈南的肩上有旧伤 一股钻心的酸痛 麻痹了沈南的神经 他像被抽了骨头一样 软绵绵地塌下身体 迪尔黑尘的眼珠掠过一抹复杂的光 不愧是土冷山的娇宠 倒是训练有素 迪尔改抓为拽 单手揪着沈南的右笔 半拎半扯地把人带出了棚屋 敌长官 屋外为首的士兵向迪尔敬礼 这次搜查一共发现七名欧妹的 其中有三人已婚 并且Alpha就在身边 迪尔冰冷的声音没有丝毫感情 将另外四人带到服务中心去 是 不过通过检测 我们没有发现那个S级服务品 继续查 是 士兵头子忍不住看了一眼 被迪尔拽在手里的沈南 沈南长相相当惹眼 是那种降维打击式的漂亮 身材高挑完全没有其他欧妹的娇小 他在士兵头子眼中的形象 就是个头发乱糟糟浑脏兮兮兮的beta 他把沈南官禁副驾驶 顺手拿出一副手铐 念慕学长 迪尔站在车外居高临下地看着沈南 不管脸上抹得多黑多脏 沈南的眼睛仍然是漂亮极了 沈南看向迪尔手中的镣铐 默默地举起双手 算了 没有我 你进城的去处就只有一个 你一定不想去服务中心吧 高大军官露出了邪四的笑 更何况 许佳就在希望城呢 沈南平静无波的表情终于出现了变化 他惊诧又骇然地抬起头 你想怎么样 迪尔轻轻撩动沈南耳边的嘴巴 以贝特的身份待在我身边 做我一个人的抚慰Omega 沈南发出破碎的笑 私自扣押S级Omega 长官 您不怕上审判庭吗 迪尔蛮不在乎的冷吃一声 比起S级的Omega 我想希望之城更愿意留下 我这个SSS级的兽化系Alpha 迪尔一边说着 他的背后便隐隐浮现出一只凶悍的黑暴虚蚀 SSS级的Alpha本来就极其稀有 更何况还是最厉害的兽化系 沈南不甘地咬了咬下唇 下一秒一根手指便点在了他的唇上 念慕学长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 这么喜欢咬自己的嘴唇呢 沈南别开脸躲过了迪尔的触碰 他吹着眼心道 这个军官知道自己的过往 甚至还清楚自己的小习惯 绝对不是听说过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 无名小卒怎么敢熬念慕少爷惦记 迪尔的声音带着细血 他揪住沈南的下巴逼迫他扬起脸 想知道 回家告诉你 距离太近了 沈南能从迪尔那双深潭般的眼瞳里看到喜悦 那是一种属于捕猎者的喜悦 他太懂捕猎者的玩猎了 土冷山自诩高级猎手 曾无数次故意跟沈南玩游戏 只要沈南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成功逃生 他就承诺给沈南自由 沈南跌跌撞撞遍体鳞伤 一次次地接近游戏终点 又一次次以失败告终 而后被带回去接受皮贱的整容 土冷山甚至还将整个过程录制起来 时不时就翻出来欣赏一番 大污染爆发的那夜 土冷山首当其冲成了一种 对整个冷山会开启了无差别杀戮 沈南趁乱逃出了关押了他十年的庄园 并愣下了炸弹的起放棋 冲天的火光将半边天空染成了红色 沈南赤足站在空无一人的路边 将过去的十年付诸烈焰 滴滴滴滴 滴儿手腕上的通讯手环发出鸣叫 军官饶有兴致的表情随即便做了不耐烦 说通讯手环那边接着结巴巴道 敌长官 死亡森林出现高级污染物 目标方向是希望城 请您立刻前往 滴儿冷沉的眉眼显露出肃杀之色 污染物信息 您稍等 下一秒污染物信息就传送到了敌尔这边 蝶母 昆虫细变一体 污染等级 能力 繁衍 幻象 找死 滴儿眼中闪过杀意 两步跨进驾驶座 系好安全带 我开车有点快 沈南听话的扣紧安全带 壮似无意的问了一句 你不叫其他人吗 迪尔转了一下方向盘 曲曲急 用不着帮手 他故意停了一下腾出一只手来搓了搓沈南的耳垂 更何况 我还没想好给你编排什么身份 还是别让他们看见你 沈南微微和起的眼底迎出寒霜 他根本不了解迪尔 可是只要对方是个Alpha 那就一定跟土冷山一样 自私残暴贪婪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不会把自己放在眼里 沈南望向自己鲜长柔软的手指 土冷山致死也想不到 这双曾经被他一点点敲碎骨头的时候 是如何在庄园各种布置好炸弹 又是如何将停在地牢窗口的乌鸦污染物抓进去的 地牢的窗口多小啊 土冷山曾经开玩笑说 你要是想逃 可以试试把脑袋割下来 从窗口扔出去 可是啊沈南是什么人 当年的许念慕 被整个一成为妹的期待的许念慕 第一军校全科第一的许念慕 只要给他一扇窗 他就能先动天地 念慕学长还记得在第一军校的试炼场吗 记忆封条被他的提醒开始呈现 是你啊 沈南摇头低笑 那可真是巧啊 啊很巧 迪尔的声音带着恶劣的笑语 捏着方向盘的手指正在缓缓用力 当年念慕学长的一句没看见 可让我差点死在了试炼山谷呢 沈南瘦弱的肩被猛然绷紧 搭在腿上的手也下意识地揪住了裤子的布料 他想起来了 身边这位Alpha军官 十年前曾经是许念慕的崇拜者之一 在新生试炼场上 迪尔趁夜溜到许念慕的私人帐篷 给作为学生教官的他送去了一盒巧克力 结果当晚迪尔所在的小队发生了恶意伤人事件 种种证据都指向迪尔 迪尔如实说出他那个时间段正好就在许念慕的帐篷中 不存在伤人的可能 众人向许念慕求证 许念慕却轻飘飘看了迪尔一眼 没看见 那之后 他再也没见过迪尔 只听说对方被赶出了第一军校 你恨我 沈南淡然道 你想报仇 迪尔冷肃的面容请客间爬满寒霜 没错 我千辛万苦回到一城 却听说念慕学长失踪了 你知道当时我有多遗憾吗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图冷山的事的 沈南无视他的恨意只关心这一个问题 迪尔猛然踩下刹车 学长 许家如今就在希望城 原来是从许家人嘴里听说的 沈南微微松了口气 在对方说出图冷山时 他还以为迪尔是那几个有幸 被图冷山分享惩罚视频的人之一 迪尔一直都注视着沈南的表情 学长 你觉得我是从哪里知道的 沈南微微向后靠了靠 迪长官 你打算怎么报复我 说到这个话题 迪尔那冰冷的莫童再次溢满了兴致 我虽然不喜欢动粗 但是审判廷用来对付Made的那一套 我还是不介意在学长身上轮番试一试的 他一边悠悠地说一边紧盯着沈南的眼睛 他想从沈南的眼里看到恐惧 如果对方愿意跟他求饶的话 砰 猛烈的碰撞将车子高高顶起 装甲车被弹到半空又重重地落下 透过车窗 迪尔看见了干涸的黄土地下钻出的粗壮节制物 滴滴滴 手环自带的光幕自动跳了出来 地龙 蚯蚓变一体 污染等级 能力不死之深 砰 又是一阵比刚才更猛烈的撞击 迪尔迅速开启装甲车的保护装置 在落地时车辆受到的冲击就几乎缓解为 你在车上坐着 迪尔拿出手铐将沈南铐住 随后打开车门纵身跃出 沈南默默看着Alpha军官冲向地龙的背影 慢慢松开紧捏的拳 他的手心正握着一枚钢针 手铐硬声打开 沈南推开车门躲过了钻地而出的地龙 他的身体确实很弱 但是底子还在 他一滚一扑一躲 在避开了地龙的粗大尾巴后 迅速地跳跃起身 像只敏捷的兔子般 头也不回地往半人高的灌木丛奔去 许念木 迪尔变调地呼喊夹杂着风声传来 沈南没有停顿反而跑得更快了 混蛋 沈南得逃 试炼场的事他并不想同迪尔解释 十年前没跟对方说清楚 是为了保护迪尔 十年后就是完全没必要 如今的迪尔已经是SSSGF 又怎么会愿意听他的解释呢 还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沈南苦笑 呼吸间全是刀割一般的疼痛 这句身体实在太费了 饥饿病弱 还要加上就伤 他根本就跑不远 沈南感觉到鼻子里面有血液涌畜 但他来不及擦 不知道跑了多久 直到两腿如同贯迁 眼前再也看不清任何东西 虚腹无力的身体立刻重心不稳 颓败地往山坡下滚去了 身上被石头障碍物磕半了多少下 他完全不记得 反正感知已经麻木了 就要死了吗 有水滴掉落在额尖 他挣扎着睁开眼睛 眼前是一个宽敞的山洞 洞壁上长满了紫红色的花 沈南就躺在一片花海中 他想坐起来 但却用不上一点力气 花香逐渐浓郁 他甚至能看见暗粉色的虚影 在花丛中若隐若现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窥探他 这些花有问题 沈南的脑海里钻出这层认知 许念慕 蘑菇中他听到了 有人在喊他曾经的名字 找到你了 终于等到你了 花丛背后的虚影凝聚成一道人形 苏看过去 竟与沈南的长相几乎模一样 你是谁 沈南脑子却越来越清醒 我是你 你也是我 人形虚影凌空漂浮 几乎于沈南面贴面 你我是一品 粉色蓄影化作点点光斑 一粒不辣全部融入了沈南的身体 不止身体 经脉骨血灵魂 沈南能感觉到这场盛大的入侵 他的体内好像燃起了一板 是火将他的血都烧得沸腾起来 极热过后是冻到骨子里的寒冷 沈南有种自己即将要变成冰雕的错觉 就这样在冰与火中反复煎熬挣扎 沈南忽而冒出浑身热汗 皮肤变得粉艳 如此往复不知道多少次 沈南早已失去了知觉 然而他浑然不知道 自己觉醒了SS2级安抚计 此时山洞入口处爆发出岩石的炸响 烟尘之后是一道高大的深意 笛尔出现的一刹那 山洞里的景象就发生了变化 所有粉色花朵全部不见了 像虚假的梦境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沈南毫无知觉地躺在潮湿的地面上气息微弱 许念慕 笛尔冷峻的五官变得焦急 他的脚步都是乱的 许念慕 笛尔颤颤着手查探了沈南的情况 随后如脱力般重重摔坐在了地 你想逃 笛尔握着沈南的手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我怎么能放你走呢 浑身杀戮之气的Alpha军官 轻轻松松将沈南抱了起来 一步步朝洞口走去 沈南是被食物的香气叫醒的 他艰难地睁开的眼睛 紧接着一个插着吸管的玻璃杯 就送到了沈南的嘴边 喝掉冷冰冰的两个字 沈南苦笑了一下 就着吸管喝了几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渴了太久 他觉得这水中好像放了蜂蜜 是甜的 沈南有些破罐子破摔 迪掌官不把我送去服务中心 迪尔站起身 单手解开衣领的扣子 沈南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眉风颤了颤紧量平和地问 迪掌官是打算休息了吗 我是不是站了你的床 其实我睡地板也是可以 如猛兽般的Alpha扑了过来 轻轻松松就揪住了沈南的两只手 将它们置固在头顶 用你在土冷山那里学到的技巧讨好我 我就不计前嫌 念慕学长 Alpha身上只剩一件扣子 完全打开的陈衣 充满力量的肌肉线条 比信息素更致命 死啦 沈南身上的睡衣被撕了开 他眉头一紧 敌掌官 请自重 如果我不自重 洗澡的时候就已经把你当了 学长 粗重滚烫的呼吸扑打在沈南的颈握处 侵占着Omega的每一寸肌肤 不愧是学长啊 全身都没二两肉 偏偏该长的地方一点也没少 这也是土冷山的手柄 Alpha军官的言行举止 无疑不是对沈南的侮辱 他在沈南的身上 发泄着自己这些年的狠 审判庭有一种专门 针对Omega的刑法 叫做梅花落雪 我看学长就很适合 迪尔就看向沈南的脸 他渴望在那张清冷毅力的脸上 看到畏惧和求饶的神情 然而沈南正看着他 眼里落着疏离和无畏 迪尔动作疏然一停 许念慕 你就那么缺Alpha 迫不及待想去Omega服务中心 敌掌官 沈南笑了 被赶出军校后 你是不是没继续求学了 迪尔眼中升起一层阴霾 沈南知道自己这是猜对了 半路子出家 难怪连最基础的审讯常识都没有 迪尔掐住了他的脖子 什么意思 Alpha军官的手掌很大 微微收紧就能让沈南呼吸不过来 审讯的第一要点 不能让被审讯者 看出审讯官的弱点 军官的手指正在逐渐用力 眼前的Alpha囚禁着面前的Omega 用精神力幻化的虚影 把他的脖梗处划出一道血迹 可他明明深爱着对方 但这种爱慢慢变成一种畸形 只因三年前的军校训练 迪尔被诬陷偷东西 被开除军级 可在现场的沈南明明看见了 却不出澄清误会 因此迪尔恨透了沈南 而几年后末日爆发 迪尔成了掌管军权的上将 而沈南却从Alpha分化成弱小的Omega Alpha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沈南 Omega胸处上被抽打出来的紫红色 正在肉眼可见地慢慢淡化 可是脖子上的伤口却没有恢复的迹象 迪尔确实恨他 但也没到要他小命的程度 迪尔抱着沈南来到了一处 光线昏暗的地下空间 又什么风把敌长官吹到我这儿来了 一道娇嘀嘀的女生调侃执行官大人 迪尔却没有生气 给他看看 你抱这么紧我怎么看 那边有床 把人放下吧 头上的盖帽被摘了下来 沈南抬起脸看了一眼 长相美艳的女性Alpha 李洁兴地笑了一下 哪来的小宝贝 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夸张的羽毛扇 此时正眼着嘴惊呼 这简直是艺术品来艺术品 哎呀小宝贝你怎么流血了 是受伤了吗 说着女人就将手伸向沈南 迪尔精准地捏住了对方的手腕 她很危险 最擅长迷惑Alpha 我不在乎 女人摇了摇扇子 这么美丽的Omega 死在她手里我都乐意 丽莎 迪尔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威胁 好了好了知道了 丽莎转身到角落爆出了一个木箱 来吧先给她止血 再做个全身检查 哪种全身 迪尔隐忍地闭了闭眼睛 就是你理解的那种 沈南其实已经预料到了 但她仍忍不住捏住了自己的拳头 我要知道 沈南终于不再冷静 她抬起头脸白如指 迪尔你疯了 沈南的声音终于有了情绪起伏 迪尔的拇指轻轻摁了 Omega还在流血的警侧 你知道他们喊我什么吗 疯狗 他们都说 我是一条会吃人的疯狗 我的学长 你觉得恶犬疯狗 应该怎么对待仇人 最后的一字尾音 扯出了满满的嘲讽 还愣着干什么 迪尔凉嗖嗖地扫了丽莎一眼 动手吧 丽莎取来药盒 给沈南的警侧伤口上药包扎后 再度指了指一侧的床 你把人抱那么紧 别指望我能做全身检查 迪尔做出了让步 丽莎抱着个半人高的箱子走到床边 别怕小宝贝 我才不会跟那个变态一样 不懂得怜香惜语 怎么样 没有感染什么病毒吧 迪尔的声音从背后飘了过来 丽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丽莎的目光犹疑地落在沈南的脸上 丽莎 没有得到回答的迪尔 猝着眉头走了过来 沈南朝女elf微微地摇头 目光中流露出一点祈求的意思 迪尔先看了一眼床上的Omega 而后转向异常安静的丽莎 如何 没有感染病毒 就跟大部分末日里挨饿的可怜虫一样 有比较严重的胃病 胃病 迪尔没风下坠 一个赶在怪物堆里跳车的人 会抢不到吃的 沈南确实有胃病 不过是在冷山会的那十年得的 跟末日没关系 跳车那叫有胆量 丽莎抱着箱子走往另一边 能不能抢到吃的那需要本事 迪尔用沈夺的目光将沈南再度看了一遍 他揉了揉额脚 其他呢 没什么 但是他比较虚弱 还是需要养一养 迪尔露出冷酷的笑意 你想多了 他什么大风浪没见过 区区未病 根本无需在意 我说的对吗 学长 沈南一点余光都不想分给迪尔 他两眼空空地望着天花板 像剧任人摆布的洋娃娃 迪尔的怒气更深了一层 他不喜欢这样的许念墨 更多残忍的话紧随其后 还有呢 他被多少个Alpha表姐了 我看你是真疯了 丽莎与迪尔是生死之交 与他相识了近十年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老友这般的事态 丽莎想告诉他 这个可怜的Omega腔道仍是处子之地 可是不远处的沈南正目光盈盈地望着他 丽莎选择了沉默 迪尔把女医生的沉默当成了默认 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成了拳头 半上冷哭的声音再度响起 给他做修复手术 丽莎瞪圆了双眼 我这里就是一个三无黑诊所 你敢让他在这种连手术床都没有的地方做吗 之后的片刻小小的空间内谁也没说话 给他定做一张面具 迪尔忽然换了话题 弄丑一点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丽莎答应了 给我两天时间 前后一折腾等沈南离开地下诊所 回到迪尔的灰色房间天都已经黑了 桌子上还放着冷掉的肉汤 饿了多久 Alpha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淡 两三天吧 沈南自己也不太确定 从到城外排队开始 迪尔把他丢回床上 动作并不温柔 不要尝试逃跑 迪尔将一枚黑色的项圈套在了沈南的景象上 这后面有一根细针 只要我这边摁下启动 针头上的信息素诱发剂 就会注射到你的线体里 这是继诊所之后 沈南情绪的再一次震荡 信息素诱发剂 相当于专门针对Omega的烈性药 土冷山时常拿着玩意儿来折磨他 沈南吞下猴尖的心田 迪掌官玩得真花呀 那自然是因为对象是你啊 跟学长玩游戏 总要拿出点诚意来 学长 等丽莎的面具做好了 我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对于这是沈南不觉得意外 你准备让我干什么 扑从 还是送出去的礼物 那要让学长失望了 迪尔站起身 我工作忙 手底下正好缺个能分担的 你是第一军校高材生 交给你 我放心 沈南才不信他是当真这么正经 白天当我的秘书官 晚上当我的床扮 或者就照你期望的那样 沈南眼瞳向下 空气沉寂了好一会儿 好啊 如你所愿 迪掌官 沈南声音轻地像抛入湖面的沙利 迪尔一将 后脑勺都能看出他的憋怒 沈南有些舒坦 他可是与土冷山生生耗了十年的人 最知道怎么惹这些F不痛快 就在他以为迪尔会像当年的那些人一样 抓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这位执行官却只是扭头夺出了房间 虚伪 沈南不屑地吃笑 闭眼忍受一阵又一阵的胃痛 没多久迪尔去而复返 他没说话 抓着沈南把人拖到了厨房 做饭 秘书官的工作细则 也包括照顾长官的生活起居 迪尔抛了一个储物戒指给沈南 里面有食物 你看着做 胃里空空如也的沈南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他让我做饭 又没说不让我吃东西 沈南取出一包吐司吃了一半 肚子里有了东西胃痛也稍稍缓解了 沈南开始给迪尔做饭 没等多久就做出了简单的两菜一趟 霸道的Alpha军官轻挑地说 眉头毒吧 沈南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着对面的迪尔 你先吃 沈南端着碗优雅又不适速度地吃了起来 迪尔看了他一会儿 将筷子伸向了桌子上唯一的荤菜 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为什么不吃 我不吃鸡蛋 你要是担心有毒的话 可以不吃 迪尔两个眉毛都拧紧了 矫情 当年第一军校的营养餐 顿顿都有鸡蛋 迪尔亲眼看过沈南边包边吃 如今突然不吃了 不是矫情是什么 吃完饭 沈南自觉将客厅的沙发床打开 准备打地铺 回房间睡 迪尔沉着连语气不容拒绝 别忘了你的身份 沈南低垂着头 好 我梅哥的声音带着一点清透的沙牙 他在迪尔的盯视下回了仅有的卧室 沈南睡在了最边缘 迪尔身臂一捞把人给捞到了怀里 Alpha军官摸着沈南的皮肤 那里不久前还留着伤痕 图冷山是怎么弄你的 迪尔心里烧着火 下手的动作就没了轻重 他喜欢用嘴还是用手 我听说那老头子是个变态 他越不说话 迪尔就越不爽 半个小时后 Alpha军官总算完够了 他用湿润的手指抹上沈南的嘴唇 我等着你开口求饶的那一天 迪尔没有标记沈南 哪怕是临时标记也没有 他不去触碰沈南的身体 只是一味地释放着Alpha的心稀疏 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他要逼沈南求饶 他要当年的那个高领之花 在他的手上凌落成你 沈南 这是你给自己取的名字 沈南半壁着眼没有搭理他 说话 迪尔不客气地抓着沈南的头发 逼他扬起脸 我父亲姓沈 沈南的声音虚弱无力 迪尔挑眉 轻声的那个 迪尔看他一副不愿多讲的样子 偏偏就起了兴致 非要逼他讲 你见过他吗 沈南的视线恍惚了一瞬 没有 撒谎 迪尔拍了拍他的脸颊 不想说也没关系 我会慢慢从你身上 一点一点挖出所有的秘密 我忽然很期待以后的日子了 学长你呢 变态 沈南在心底骂了一声 随后筋疲力尽地闭上了眼睛 两天后丽莎的面具如约送道 不是跟你说了做丑一些吗 迪尔沉着脸 我的长官大人 却可来不上我 谁叫小男有一双 被上帝亲吻过的眼睛呢 再平庸的脸 配上这么双完美的眼睛 也能变成艺术品 沈南对丽莎的印象不坏 是你的手艺好 哦你太温柔了 女Alpha的眉毛都在跳舞 你这么温柔怎么行 会被混蛋欺负的 丽莎爱翁 你可以走了 迪尔开始下注颗令 丽莎偷偷给沈南塞了张名片 小男 你要是过得不愉快 可以随时找我 迪尔的脸上如同暴雨在即 丽莎时去的快速逃走了 人还没走远 迪尔就将她的名片 抢了过来撕成了碎血 别做梦了 Alpha军官残忍地笑 你永远逃不开我的手掌心 沈南无所谓的耸耸肩 长官 你今天不是要上班吗 这两天迪尔一直待在家里 眼睛一睁开 第一件事就是去脱沈南的衣服 昨天还恶意地把沈南的睡衣弄脏了 让他光着身子在床上躺了一天 不止我 迪尔直指沙发上放着的新制服 今天是你报到的日期 换上衣服一起走吧 沈秘书 这是沈南来到希望之城的第四天 一处投资巨大的疗养小镇 整个基地是分为内外两城 内城是原本就有的建筑群 外城则是后期不断不建的 基地政府在最核心的区域 这里曾经是整个疗养小镇 最豪华气派的疗养中心 基地一把手就住在这个建筑群里面 享受了最高级别的保护 投资过基地建设的全是家族 住在附近的独立别墅 对了 迪尔凑上来帮沈南把帽子戴好 许家就住在附近 你要去看看他们吗 不要 沈南害怕迪尔真的会为了羞辱他 而把他带到许家面前 不得已露出了示弱的姿态 迪尔的手指滑到沈南的下额 马萨奥梅格以假乱真的面具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沈南分明看见了迪尔眼里的快乐 一股寒意从侥幸窜了上来 求你 沈南再度放软了语气 迪尔戏谑地择了两声 今晚用嘴 我满意了 就答应你 这种程度的侮辱在沈南的预料之中 他沉默地点点头 模样很乖顺 没有如愿看到对方屈辱的表情 迪尔有些烦躁 快走 他一把揪住沈南的胳膊 先去检测中心 战斗系的Alpha很容易精神力崩溃 为了及时发现隐患 基地每隔三天就会给他们做一次精神值检测 检测基地 这是负责迪尔的检测员看着手里的仪器 难以置信地推了推眼镜 这是SSR及精神力